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看到酒妹现在拿的是什么 五四糯米饭 一看到五四糯米饭的话 就是我们广西有的三月三 因为现在准备到清明了 也到三月三了 我们广西人就喜欢吃五四糯米饭 当然我们五四糯米饭 我们不是用西式来制作的 是用天然的西式来制作成的 像这个菊丝呢 我们用几水汤给它的那个鸡水 然后呢拿来上盐式的 这个黄式呢就是黄菊丝 这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上山采摘的 那个黄菊丝 拿来做彩细画笔的那个黄菊丝 像这种红式的话 就是有准备种的那个红桃茄 来养成这个红式的 像这个白色的话 就是它这个天然本来的颜色 这种黑色的话就是用那个 那个山上的那种 哪种 叫做枫叶 枫叶 对用枫叶来给它剁碎 泡出来那个结水 然后再放面 然后拿来泡上盐式的 所以呢这几种颜色都是天然的原料 来自中层五湿糯米饭 现在我就准备拿来蒸 这个五湿糯米饭呢是真空包装 现在我就在这里打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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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